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齐国的大将军田继亲自将他迎接到家里住下 田继养了很多战马 经常与齐威王及公卿们比赛 田继的马比齐威王的略逊一筹 所以经常输全 他们赌马的方式是 每人各出三批 分为上等 中等 下等 以三场定输赢 赢多的为胜 这一天 田继又连输三场 十分泄气 在旁观战的孙兵告诉田继 明日约齐威王再赌一回 他有办法让田继获胜 第二天 孙兵要田继将三批马中的下等马 跟齐威王的上等马比 然后以上等马跟齐威王的中等马比 再以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 田继照着孙兵的话去做 第一场下等马输了 第二场 第三场却都胜了 二比一 这回田继赢钱 这就是下士对上士的故事 齐威王发现出赛的马匹没变 前一天他赢 隔一天却输了 大祸不绝 田继说这是孙兵教他的 威王立刻召见孙兵 赞叹说 从这一件小事情 就看出先生您有大智慧 公元前353年 当时最强大的魏国 为了扩张势力 派旁权率领八万大军 攻打赵国 魏军长驱直渡 很快就包围赵国国都邯郸 赵国见情势危急 派人向齐国求救 齐威王以田继为大将 孙兵为军师 发兵救赵 田继计划直奔寒郸 孙兵认为这种硬碰硬的方法不妥 会造成双方重大的伤亡 提出披抗倒须的战法 也就是必死急需 攻其必救 不与旁权大军对决 其军于是 直攻将只有少数守军 而且非救不可的魏国国都大梁 魏惠王得知 立刻照旁权回救 旁权不得已放下邯郸 抛弃一切物资 快马加鞭赶回大梁 孙兵的大军并没有开到大梁 却在中途的桂陵埋伏 以役待劳 一举大败卫军 旁军只带了少数人马 杀书重违逃回魏国 三十六期中的唯卫旧照记 讲的就是这场古今中外兵家所称松的战历 我背后中间的照片 是取出谷歌网站的桂陵古战场图 过了十二年 公元前三百四十一年 旁权又率兵攻打韩国 韩国向齐国求援 田纪和孙兵又领兵救韩 孙兵再使出他的老法子 唯为救照记 不去救韩国 却直接杀向魏国的国都大梁 孙兵怕唐娟有了上回的经验 不亦上当 于是使出简兆法 诱骗唐娟 第一天 齐军挖了十万人的兆 第二天减为五万兆 第三天又减为三万兆 其实齐军的人数丝毫未减 旁边尾追齐军 每天派人点数齐军的兆数量 发现逐日减少 认为齐军因为惧怕未兀足 逃亡人数甚多 于是放心加紧追赶 孙兵算准时间 在马林的树林中埋伏 日落时分 卫军赶到 唐娟认为对方人少 下令追击入林 结果在林中遭遇浮兵 死伤惨重 这是著名的马林之战 唐娟兵败 秀奋自杀 首相逼迷的魏武族 元气大伤 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魏国也逐渐走向衰尾 唐娟最后达成心愿 成就了他的师兄孙并 孙并和唐娟的故事 就在此画下句点 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 禅吉山仙佛寺 易经大学 在2012年11月25日 举行新年度初级班 学员宣誓典礼 以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新任知会长宣誓典礼 当日在典礼结束之后 随即进行每月一次的 千佛共修一日禅 大家一起休息金刚经 请进入以下来自 禅吉山仙佛寺的报道 2012年11月25日 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初级班 新学员宣誓典礼 在禅吉山仙佛寺 千佛大禅堂 以庄严的法仪 带领同修完成宣誓 今年度来自全省各道场 大约1400多位学员 参加宣誓典礼 宣誓法仪在早上 9点正式举行 由维新宗宗主 混元禅师亲自主持 在大家攻读宣誓文之后 我们的师父 向大家做出开示 师父勉励大家努力学习 并以宗教来包容世间 一切贫富贵贱 生老病死 和酸甜苦辣色等等 本着最终的坚持 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与利他的精神 共转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法轮 我们同修们 你们刚进门来 我们这么多的法师 很辛苦的 晚上他们 法师也可以在家 是泡茶 结果没有啊 很辛苦的陪着各位 都是老祖书真的精神啊 目的 能够有一家 没有环劳 受惠多一个福分 希望你们花这个愿 未来也可以 有红华丽生吗 在接续下来的新任 为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知会长宣誓典礼当中 师父除了颁发聘书 和天德经给每一位 新任知会长之外 也再度做了重要的开示 希望知会长能积极帮助 十方有缘善知识 为需要帮助的人排忧解难 并为不安的心灵提供安定的力量 接续的千佛共修一日禅 大家继续一日的佛法修行 师父为大家讲解金刚经 这一日充实的程序 在美丽的夕阳余晖中顺利圆满 维新电视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舒适优雅的环境 专业亲切的服务 典雅优质的商务套房 豪爵饭店都是您最佳的选择 电房专线 02-2594-2977 也京是大学 大学在也京为心胜教尊天发誌 为国修道为民旗广 奉拥中华文化得通 也京洪水学生态 保理重生 是安邦定国上升地区 为心胜教和美德典 也京洪水学初级高班 在2月7十开课 每个星期日 晚上七点上课 上课第一次在中华馆 和美典台电路799行 四十一隆十五号 学习疫情 正正生活台地区 报名定位 空四十七五六六五幽空 空四十五六六五幽空 大家学习金 孙母专山空四九 二七二三七五六 空四九二七二三七五六 为心胜教公得基金会 兵器为国修道 为民旗国旗信念 宗族奉完详书 二十年来在全世界各地 英港奉法 宗族奉将与社会国改正 应该与历江峰水学初纹 公团妙法在世间 欢迎社会大众 加立为心胜教公得基金会 电位 空二八六七五 一八三三 空四 李四七二七七五七 风圆教室的显示同收 积极参与2013年元旦 祭祖大典的筹备工作 近日也展开了筹备会议 请进入以下来自 风圆的讯息报道 一京大学风圆一京风水初级班 由原品法师引导全体学员同修 为筹备2013年元旦祭祖大典 相关法务做出详细讨论 特别集合了三宝四 十六 十八 十九届 及风圆初级九班 十班 各级干部 与风圆初级十班班主任 杨师兄家中举行干部会议 会中讨论每位学员 所应分配之工作规划及其任务 预计风圆地区 会有八台游览车 超过三百多人参与 2013年元旦祭祖大典盛会 务必让每位学员带着欢喜心出门 并且祭祖大典圆满后 平安返家 维新记者季真如报道 维新中基隆道场敦青慕林 以实际积极的行动 关心地方教育以及孩童 提供百米等等物资 协助偏远的金童国小学童 近日再度造访学校 并邀请校长与师生一起参加维新圣教2013年元旦的联合祭祖大典 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012年11月15日星期四 基隆道场助持法师与同修参访金童国小 新北市平溪区的青童国小 虽位在资源相对缺乏的偏远地区 但周边拥有三菱西间美景地零人节 孕育着一群天真活泼 努力上进游礼 并具竞争力的国家未来主人翁 同时这里也是天灯的故乡 在郭校长的卓越带领 及团结力强的家长及学生共同努力之下 累积无数丰硕的成果 包含打击乐试赛优等 直排轮试赛理事长辈团体冠军 国际长出票多件优等 科学展览试赛优等 英语歌曲比赛优等 分区田径比赛加等 旅创偏乡学校优良绩效记录 郭校长同时非常感谢 维新圣教维新中基隆道场捐赠百米 解决曾经面临资源缺乏的困境 现在全体学员继续过着快乐充实的学校生活 金同国小师生也即将参加2013年元旦 维新圣教与林口大体育馆所举办的联合技术大典 让孩子们趁着参与圣会 更认识中华民族先祖 同时学习静孝道 维新电视金融新闻中心报导 维新圣教荣誉董事 热心协助故乡邻里建设 以实际的行动抛砖引玉 并结合众人的力量 为修复庙宇而努力 祈愿增进地方的平安与繁荣 一起进入以下的画面 维新中易经风水学院 荣誉董事侯师兄夫妇 以实际行动关心乡里建设 发新护持台南市北门区 二重港仁安宫的重修工程 于仁臣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子时 正式接玉纸匾 开光玉纸匾 门神接曼与龙柱接曼 当日维新中台南道场住持 原姓法师 也带领讲师 以及各班干部同修 一同参加随后的入伙 安座 摘天 放艳口等等科宜 在仁安宫接续七星舰开封条 开庙门入伙安座 还有开天宫炉 钟炉 内炉 同时按程序 将庆土起安 安隆及庆 运香添油 摘天放艳口之后 科宜全树完成 典仪顺利圆满 维新电视台南新闻中心报导 接下来是高雄道场同修 参与一项地方在地文化活动 就是六归区归王祈福平安祭之六亿文化加年华 请进入这则讯息的报导 高雄六归区每年举办归王祈福平安祭 今年增加六归文化加年华 平安祭在2012年11月17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 祈福仪式由地院寺出家法师主持 接着相关活动随即展开 六归文化加年华 包含福艺、食艺、游艺、演艺、华艺及书艺六种 维新中益京大学之普归詹福 集在华艺里面 由高雄道场黄师兄以及师兄师姐 组成的八人服务团体 于当天上午9点 抵达现场布置完毕 分为益京用艺及益麦结缘品两个单位 活动开始后 前来接受服务知识方善知识若益不绝 来接缘者从小孩至老年人都有 师兄姐们也本着利他之精神 以本宗门所学之疫情风水妙法 一一为接缘者服务 本次平安季活动 受到在地人士热情反应圆满成功 维新中高雄道场师兄姐们 也祈愿六归地方平安繁荣 维新电视高雄新闻中心报导 维新中基隆道场艺文活动 越来越丰富 在音乐项目电子琴班开设之后 现在开始的是书法课程 由中门显示同修 资深的书法老师张师兄来指导大家 在书法世界里 依然能够领略到益京的哲理智慧 请进入以下的详细报道 基隆道场在提供十方善知识 学书一经风水政法课程之外 为提升大家心灵上的修持 特别开设书法演习课程 书法班上课时间为每个月第一、第二、第三周的星期一 早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半 制定一期共九节课 收课老师是承认基隆书道会理事 海东书会常务监事的张富翔老师 同修张老师是在退休之后 开始向江望龙老师学习王羲之 知行书、立书、传书、楷书、草书 过程中非常认真、努力勤练习 很高兴与各位同修在书法班结缘 十八届班长林正能师兄分享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文字有楷书、行书、草书、立书、传书等字体 这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 中华文字变化无穷 希望以无压力的轻松心境努力学习 能要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展示厅 看到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同修书法展 希望同修们学习成功圆满 当日同修们在老师教导之下 从有字八法中 进入书法这修心养性最好的法门 体验书道与书艺之美 书法课程详情 欢迎恰询基隆道场 维新电视基隆新闻中心报导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三季山先辉士製造 整国圣书天敌经诵经诵经发誉系列 欢迎到维新中专心国分析图中寻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下与您分享来自台南官田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续席 也建议您假日空闲安排到这里来个知性感性艰巨的一日游行程 台南市官田区有一处具有富裕、宝裕以及教育性质的生态园区 名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 大约十年前,台湾的水质族群剩不到五十只 水质以生存在台南的菱角田为主 由于台湾高铁路线正好穿越水质重要栖息地 在兼顾交通发展与生态保育条件下 由开发单位与政府以及民间保育团体 共同成立水质富裕区 2007年富裕有成,再改名为水质生态教育园区 透过解说导览以及举办生态教育活动 让民众了解水质之生态 以及自然保育之重要 并激发参与保育自然生态之行动 在多年的努力之下 目前该区的水质已经超过300只 从菱角田、睡莲等服液性水生植物 昆虫、田螺、野鸟、水质等等 已经再度形成自然生态的平衡 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 经常向贤士同修开示 以物引物的禅礼 便是希望大家以山河大地为师 融入大自然 在生活中仔细体察万物的视线 并从中体悟尊重生命 与尊重他人的重要性 自然生态的恢复平衡过程中 也能让我们体悟到一种真和平的禅境 维新记者欧明辉报道 家中的公骂安置如法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祖先平安 子孙必定能够和谐顺利 带您进入大安寺近期的信众服务 相关讯息报道 2012年11月中旬 维新中台北树林大安寺 原济讲师与多位闲事同修 凌晨4点出发 前往台北市龙江路 遵循维新中安国骂仪轨 替信众安排安国骂的相关事宜和程序 在服务顺利完成之后 法师与同修接续前往陈德路 帮忙勘查工厂盈域与相关安全问题 并提供维新中风水政法 在公司工厂的安置方面 给信众参考和遵循 并以小洋宅一书缔结善缘 然后转往信众位于天母的住家 江署发现洋宅不如法之处 以最平安的考量 以及最少的变动范围 与最具建设性的相关建议 来协助有缘善知识改善居家环境 为家人、家庭、事业 带来更稳定的力量 增进人人生活的平顺和安定 微信记者大静安台北报道 台南拥有台湾四大著名的月老庙 在近年的在地人文活动规划 与资源整合紧密的合作之下 带动了台南深度文化旅游的活络气息 一起进入以下浪漫台湾 幸福100的文化活动报道 交通部观光局101到102年 旅行台湾就是现在 观光宣传主轴之浪漫系列 特别以台湾台南市最有名的四大月老庙 共同规划浪漫台湾幸福100活动 邀请100位来自国内外男女 于11月24日、25日造访台南 参加两天一夜的行程 体验月老加持的台湾浪漫之旅 同时台南大天后宫为配合此活动 特别展出难得一见的 府城婚嫁12里特展 主办单位并提供 体验台湾民俗的碗面 修眉等有助开运的美容服务 此外交通部观光局也贴心准备 其他的三项系列活动 包括深度造访漫步台南真文活动 11月15日至12月23日举行 单挑爱神月老封神榜网络小活动 则在11月24日起开展 老屋开门时光巡礼摄影比赛 则于11月30日起推出 以台南市区内屋龄30年以上老屋 或建筑物为摄影主题 活动详细资料请洽询 Facebook 浪漫台湾幸福100 台湾月老之旅粉丝团 相关的网络活动请上南区国际光点官网 维新电视台南新闻中心报导 国立历史博物馆 近日举办了小小罗浮宫画画去绘画比赛 收件日期到12月9日为止 请进入以下详细的内容报导 接下来 本周的《易经风水初级班》开课讯息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提醒您新班级开课后三个月内持续接受报名 超过三个月之后即停止新学员的加入 唯新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 12月7日开课的班级有 新竹道场初级14班 地址 新竹市东区体育街58号一楼 电话0928-040-670 新北汐纸道场初级11班 地址 新北市汐纸区南昌街21号二楼 电话0916-316-199 新竹竹北初级13班 地址 新竹县竹北市光明九路 229号三楼 电话0911-216-695 张化分园初级一班 地址 张化县分园乡 社口村 明泉路53项 31号二楼 电话0928-192-368 新竹竹东初级四班 地址 新竹县竹东镇 康宁街一号 电话0936-308-422 屏东道场初级七班 地址 屏东县屏东市 广东路1518号 十楼 电话08-766-1588 大家学艺经 身体健康 新安宁 请一同来聆听 今日的维新禅语 父母亲就是家中的活佛 家中活佛不尽 那么你要去哪里拜佛 要时时自省 避免犯了舍本足摸的错误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维新新闻 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下午1点 晚上7点30分 准时在维新新闻相聚 祝福大家福慧增长 世事平安顺心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